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小金导演的电影《福草》 翻拍自小金1934年的末片《福草物语》 日本南部的一个海边小镇 彼时是盛夏,天气,燥热,烦闷 剧场工作人员到码头车站踢海报 是居士郎的剧团要来了,也歌舞伎 居士郎可不得了 他的剧团一直在巡回演出 下一站就是本镇 轮船上也是燥热无比 轮船快靠岸了 居士郎的情人蠢子叫醒居士郎 还提醒夹带不要落下东西 居士郎的团员到镇上宣传散发海报 小孩子也想要海报 团员金蜘蛛问 你有姐姐吗 小孩说,又大 金蜘蛛来了近 你姐姐多大了 小孩说,十二岁 金蜘蛛一把给拿回来 团员们挨家挨户散发传单 只要见到稍微有姿色的 心里就乐开了花 作长来探望居士郎 距离上一次来 已经有十二年了 团里很多收面孔 作长问起 从前那个演的不错的演员 居士郎说 死了,意外死了 这就是他女儿 居士郎指着夹带说 居士郎换了和服 前去探望一位老主顾 神神秘秘的一路小跑 居士郎的老主顾叫阿芳 经营一家料理店 看到居士郎来了 极为热情 马上温酒 准备小菜 老主顾这个说法 不过是个油头 阿芳实际上是居士郎的情人 老情人 认识的比纯子早很多 两人的孩子 子极都已高中毕业了 阿芳说 子极准备上大学呢 现在在邮局做兼职 自己打工攒学费 也不用我太操心 阿芳觉得 子极都这么大了 告诉他真相也无妨 居士郎不同意 自己身份卑微 不配做自己的父亲 就这样 以叔叔身份与他相处 居士郎已十分满意 两人就聊着 子极回来了 居士郎看到 亲切的不行 约子极周日出去钓鱼 子极觉得 这么热的天不太适合 居士郎坚持要去 子极只好答应 剧场到小镇上的第一场演出 上座率不是很高 但纯子一旧演得很用心 开个好头 也是为后面的演出做准备 剧团里的中年男人们 扒开幕布 偷偷看观众 想着发的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金支柱自己找了个漂亮姐姐 也给阿谦找了一个 不漂亮但有趣姐姐 阿谦被这个不漂亮但有趣姐姐抱着 觉得自己好可怜 不漂亮但有趣姐姐问 怎么了 怎么就可怜了 阿谦说 我妈死了 牧村则去找理发店的女儿艾子 一副流氓样 两句话没说就动手 艾子吓得赶紧叫妈妈 妈妈出来后问牧村 你有事吗 牧村说 我想刮个脸 艾子妈妈招呼牧村过去 开始磨刀磨磨像猪羊 居士郎能和儿子一起钓鱼 心里别提多开心 子吉却说 居士郎的演出很做作 一点社会性都没有 居士郎说 只要客人喜欢 演什么是无所谓的 我也不关心好坏 居士郎还试探心劝告子吉 到外地上大学 你妈妈多孤单 你要想想你妈妈 子吉觉得有些烦了 告诉居士郎 叔叔不用瞎操心 妈妈已经同意了 居士郎出去很久还没回来 淳子自言自语说 不知道那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牧村脸上贴了胶布 那是被艾子妈妈的警告 牧村说 不是去钓鱼了吗 可一个邮局送信的小伙子 居士郎回来后 淳子问了钓鱼和送信小伙子的事 居士郎显得有些局促 看淳子疑神疑鬼的 居士郎笑着眼时说 别瞎吃醋了 我都一把年纪了 连续几场演出 上座率一场比一场低 淳子很烦躁 为什么要来这个偏僻小镇 居士郎又在又在 并不感到焦虑 种种不合理 都让淳子感到疑惑 在淳子的恳求下 剧团的老演员 给淳子指了指 居士郎的老主顾 淳子不入龙校 终于想通了 为什么居士郎要来这里 想着这件事越来越起 暴雨 这下剧场的上座率 一降到底 彻底连一个人都没有了 居士郎仍旧每日早出管归 并不为剧场的事烦恼 淳子打听一路 找到了阿芳的料理店 也看到了和居士郎 一起钓鱼的小伙子 淳子情绪激动 问子姬 你爸爸呢 你见过你爸爸吗 居士郎一看 场面马上就要失控 硬是给淳子拉了出去 子姬坐在楼梯上 看着一言不发的妈妈 像是明白了什么 居士郎和淳子隔着雨开始吵架 居士郎送给淳子 所有自己会说的脏话 让淳子滚蛋 淳子笑话居士郎 现在厉害了 之前有多少次走投无路 都是我去帮你解决 现在过河拆桥了 你算什么男人 居士郎并不理会 只是一味地送出脏话 一句接一句 很有气势 为了报复居士郎 淳子给家贷钱 让家贷去勾引 邮局送信的小伙子 家贷不干 都没见过对方 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 淳子立马夸家贷说 只要你主动 没有男人能拒绝 家贷来到邮局 说自己要发电报 他一下说出子吉的名字 子吉问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家贷说 小鸟告诉我的 家贷约子吉晚上到剧院后台 子吉傻傻地看着家贷 心想 这是哪里来的漂亮姐姐 竟好似在哪里见过 晚上 子吉借口会邮局取东西 来到和家贷约好的地方 两个年轻人见面 都不用说话 四目相对 熊熊烈火 便燃起来了 可子吉的幸福时光不同 剧团的其他男人 只能到海边看海 玩沙子 越看越寂寞 越玩越孤单 一开始确实是勾引 但慢慢地 家贷发现自己爱上了自己 本来是动脑子的游戏 越玩越上心 这让家贷感到难过 毕竟自己一个流浪江湖的女戏子 怎么能配上子吉 剧场的生意太差了 可能很快就要离开 家贷让子吉忘记自己 但子吉可做不到 他才不管当初是因为什么 他已然深深爱上了家贷 居士郎也知道 很快可能就要离开了 想多陪陪儿子 但子吉一天回来的比一天晚 阿芳说 肯定是跟老业务员学业务 他学习起来可认真了 又等了一阵 子吉还没回来 居士郎便起身回居场 没料想半路遇到子吉和家贷在一起 居士郎气愤极了 回到居场等着 看到家贷上去就是一巴掌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得上我儿子 家贷坦白 当初纯子让我去勾引 确实是干坏事 但我现在爱上了自己 居士郎让家贷找来纯子 纯子说 上梁不中下梁歪 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高贵的儿子 现在和女戏子搞到一起 开心吗 居士郎气得哟 抓住纯子就是一顿锤 让纯子从此滚蛋 纯子见居士郎玩真的 心里慌起来 说你一次我一次 算扯平了行不行 居士郎正在气头上 完全不理会 三个男人没钱喝酒 阿谦提出 要不要去团长钱包里拿点 牧村当即表示可以 金之柱却说 你们去吧 我绝对不会说出来 但我不干 牧村说 哎 都是生活逼的啊 我怎么这么下流 我为我感到羞耻 我为我感到恶心 怎么能有这么罪恶的想法 正像每个人心里想的那样 居士郎坚持不下去了 居士郎卖掉了所有的道具 服装 给大家做盘缠 保居好散 昨天还一脸正义的金之柱消失了 同时消失的还有团长的钱包 居士郎里的照相机 阿婆说 那家伙还欠了我很多钱没还 离别前夕 居士郎里大家围坐在一起 高歌一曲 希望每个人都有光明的未来 居士郎抱着行李来到阿芳家 伸着头朝屋里看 子鸡不在 阿芳说 你们剧团一个小姑娘把子鸡叫出去了 居士郎马上想到不好的事 这俩人可能私奔了 春宵一刻过后 家带依然觉得自己配不上子鸡 家带说 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子鸡哪里看 他现在不能没有家带 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正是愣头青的时候 子鸡告诉家带 我什么都不在乎 走 回家 我会说服妈妈接受你 居士郎和阿芳在家里等了一天 天都黑了 也不见子鸡回来 居士郎说 真是上梁不中下梁歪 都怪我 阿芳安慰 别往坏处想 子鸡一定会回来的 我算过 他身上带的钱 只够一碗旅馆几顿饭的 先给你热点小酒喝 你这么悲观 肯定是缺酒了 阿芳种热酒呢 子鸡回来了 同时回来的 还有家带 居士郎看到家带在祸害儿子 这还忍得了 上去就是鸡巴掌 子鸡拉住居士郎 居士郎气得 你也不是好东西 又打了子鸡几耳光 打完子鸡 又想再去打家带 子鸡觉得太过分了 老东西 一把给推倒在地 阿芳说 你以为你推的是谁 这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以为你的学妃 是从哪里来的 子鸡说 我爸死了 小时候就死了 现在也是死的 死人不能复活 说完跑上楼 觉得自己实在多余 居士郎决定 再次上路 下次再来 就是一个成功的演员 风风光光的 家带不知道 这里面这么复杂 看到居士郎的可怜样 提出要跟团长一起 居士郎被刚才 子鸡推的那一下 打笑了怒气 告诉阿芳 家带其实是个好女孩 请善待她 说着便去拿行李 家带很懂事地 跑上楼告诉自己 不管怎么说 都要下去送送的 子鸡咬牙切齿一阵 冷静下来便跑下去 此时居士郎已经走了 居士郎来到车站 没想到唇子也在 居士郎没说话 想出个人眼冷静一下 找了半天没火 居士郎拿出火柴 恭恭敬敬 给居士郎递上 居士郎要去桑明 桑明的金先生 应该会给自己一个机会 居士郎也是认识金先生的 带我一起吧 居士郎依旧冷冷淡 可以吗 居士郎依旧冷冷淡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起身便去买了两张 到桑明的车票 今宵九雄何处 杨柳暗 小风残月 尾巴 狗口健二导演 曾经跟小金说 帮大用拍补片子吧 但小金和宋竹 有一年一部戏的合约 通常一部戏拍完 一年就过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其实用不了一年 小金和野田 喝酒写剧本 可能比较好时间 1959年的早安提前完成 这才有机会 到大用再拍一部片子 这部《浮草》是翻拍小金自己 1934年末片时代拍过的故事 名字也类似 末片时代的那部叫《浮草乌语》 小金本来想在北路的雪地中重拍 于是写了蹩脚演员的剧本 打算在松竹拍 可那年下雪很少 找不到合适的场景 最后只好终止 改变季节和舞台 拿到大印去拍 既然到大印拍 既然去了沟口的地盘 倒有点入乡随俗的意思 接吻 开房 脏话 脚踹 暴雨 耳光 这些都是小金的作品中 很少见的元素 这部电影是小金作品中 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相比于1934年末片时代的《浮草乌语》 这部在表现人生无常上 扩充了剧团角色的戏份 比如那个正义凛然的团圆 翻脸比翻书还快 前面还说 你们真卧楚 我们想到你们是这种人 后面自己就默默干了一票大的 团里的其他中联男人 也都是团长的续集 对人来讲 有两样东西最直换 一样叫得不到 一样叫以失去 居士郎若真能留下来 父子相认 一家人开始团团圆圆的生活 又能平静即日呢 居有定所 立马又会思念远方 居无定所 则又说自己无家可归 皆探不已 诞生时觉得自己形单影子 好可怜 结了婚 天天眼巴巴 可怜兮兮地看着外面 还觉得自己好可怜 婚前说 生命宠可归 爱情价更高 婚后说 若为自由雇 两者皆可抛 一个诗人在写诗 刚提笔 看到一姑娘 哎呀 开心开心 跟姑娘说 为了爱 我愿意为你去死 结婚后 爱情淡了 柴米油盐的 没多久就咽了 于是要抛弃姑娘 姑娘问 你不是说可以为我去死吗 诗人说 你且慢 我还有个但是没说 如果没有了自由 爱情和生命 就不止一分钱了 姑娘懵了 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骗子 不过姑娘也吃一切 长一智 下次再遇到男人 跟她说 我愿意为你去死 姑娘就笑了 男人肯定还有个但是没说 于是姑娘问 自由重要还是爱情重要 男人一听 好家伙 见过世面的 当即说 爱情重要 于是姑娘嫁给了男人 婚后不久 爱情淡了 柴米油盐的 男人要抛弃姑娘 姑娘不见 蹭那 不是说好了 爱情比自由重要吗 男人笑而不语 心里想 蹭那 我还可以说话不算话的呀 我还可以说话不算话的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